好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徐静蕾导演的最新作品 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最近呢这部电影马上就要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那老徐呢也是带着剧组的主创们啊 开始了马不停蹄的宣传 在近日的一个宣传活动上呢 所有人都变身为大厨 只是不知道他们的厨艺如何 昨天下午电影有一个地方 只有我们知道剧组来到某网站录制首映里 现实生活中都是吃货的几位主演 现场纷纷变身超级大厨 拴上围巾造型上倒是有模有样 不知道做出来的食物味道如何呢 我外相好错 很好吃 尝一种 好 有点钱 有点钱 我口中 从没有人赶上来吃他们做的饭 你真的吗 那我们都不吃饭 那我要尝这个 这个比较老 大口味 好 我最高血 徐静蕾休息三年没有拍戏 看来也没有拿去练厨艺呀 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将于2月14号上映 电影远赴浪漫的布拉格奇景 讲述了三段荡气回场的爱情故事 但现实生活中导演兼主演的徐静蕾 却是个和浪漫完全辅观的人 我爱你 你愿意嫁 我不能失去你 我每次写剧本的时候要写浪漫桥的我们要打好多电话问我朋友 对 像我每次真的电影里那些 像以前的电影也是 这部电影也是 我觉得浪漫就挺累的 反正挺累的 你们会在生活中做一些小游戏吗 就两个人在一块的时候 有 能不能有什么小游戏 就是算吧 你算什么 是会那种比较幼稚些的 有点太幼稚我不太好意思说 不怕点停 最浪漫的事就是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